本来啊 我都准备关门了 但是你说 你们的好朋友 要到很远的地方出差 要留个念想 我这才开的门 出差 对对对 出差 出差 怎么还突然有点伤感呢 以后等你出生了 我和陆小就可以玩那个什么 找茬的游戏 妈妈 你还是不舒服吗 你们还拍不拍啊 我马上就要关门了 再等十分钟吧 儿子给你爸打个电话 我打过了 关机 他可能临时有事 忘了 妈 我们每年都在等他 每年他都不会来 没有他就不能拍全家福了吗 拍 咱们先拍 来 我记得你们母子俩 你们每年都来 但是每年最后都没拍 这次把以前的 都补上 叔叔 这条街上都换成了 人脸自助识别拍照 只有您这儿还坚持自己拍 真好 可不是嘛 有人才有气啊 来 小朋友看我这里 笑一下啊 三 二 一 好 来 再来一张啊 小朋友别乱动啊 照片都太糊了 咱们再来一张啊 一 二 三 二 一 现在啊 都很少有人来照相馆拍照了 所以我们现在关门的时间也早了 以后科技再发达一点啊 说不定 我要提前回家养老了 不会的 老板 您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并且您是这条街上 唯一坚持下去的人 小伙子真会说话啊 应该的 因为有人才有气嘛 而且您的这个名字气得也特别好 时光照相馆 以后肯定会成为很多人 满满的时光回忆 得嘞 借你机言 是二位先拍吗 三个人 一家人 长长气息 老板 我们要拍张全家福 好嘞 请坐吧 我终于也有一张全家福了 却 我能为你和却说做的 就只有这些了 妈 全家福利 你旁边终于不是空位了 来 三位看我这里 笑一笑啊 三 二 一 我认识 你 真的吗 你 我认识